菩萨 菩萨我求求你 你一定要保佑牛叔 我再也不会胡闹了 真的 我答应你 我再也不会胡闹了 求求你 怎么样 牛叔呢 你自己跟我走 看看发生了什么 你干吗 你弄疼我了 来 你看见广场上那堆火了吗 你看到火队上的人了吗 是牛叔吗 是牛叔 你干吗不救他呀 你为什么不救他 你答应过我要救他的 还有脸问我为什么 你自己闯了这么大的火 你还有脸问为什么 你自己看看 你看看牛二世 怎么为了你死的 我不要看 我不要 我不要看 我就是要你在这里看 就是因为你的鲁莽 害死了牛二 你明白吗 这就是从小 爱着你保护你的牛二 我要你看着他上路 牛叔 我知道你这么做很残忍 但就是因为你的鲁莽 害死了牛二 你如果再这样任性下去 你还会害死你弟弟 害死所有的人 最后害死你自己 暗鲁莽 暗鲁 到了那邊啊 你們一定要照顧好自己啊 驢 驢 驢 太太 我就送您到這兒了 沿著這條路啊 一直往下走 兩天就能到碼頭了 謝謝 不用謝 咱們都是一家人嘛 這驢啊 脾氣倔 服軟不服硬 他要是不聽話了 你就給他兩把草 睡馬鈴 驢驢他就行了 好的 我知道了 我怕有人會找您麻煩 如果有人問其邪家姐弟 您就說兩天之前就走了 行蹤不明 行 我知道了 那我就先走了 你們一路保重 謝謝 你要帶我們去哪兒啊 上海啊 你為什麼要幫我們 帶到上海去啊 你有別的地方可以去嗎 你收拾來我送你啊 驢 我説你能下車嗎 你以為全天下只有你一個人 心施肉掌的呀 你以為全天下只有你一個人 你以為只有你一個人會難過啊 你跟牛叔的感情哪有我身啊 在這個世界上 除了我爹 牛叔就是對我最好的人 行 想哭是吧 哭啊 哭啊 哭到日本人查出事情的真相 哭到把我們都弄回去 通通弄死 你當覺得一個人 不夠感動老天是吧 我陪著你一起哭 你能不能收斂一下自己的脾氣啊 你不考慮你 你是想考慮團隊家動啊 如果天爺之前 我們到不了下一個陣子 父親 全是 全是獵鵝和豺狼 你就不怕我們成為他們的晚餐嗎 下車 你這麼擠 enschaft鬼 你又哪裡了 你可不可以 你以為你現在還是大小姐嗎 你現在跟我一樣 不過就是一個逃難的難民 推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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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我打听一下 谢家人是不是住在这里 我是从镇上打听到的 你能不能带我去见他们一下 你来晚了 他们呀 早就走了 大概走了有两天了吧 两天 那你知不知道他们去哪了 这我可不知道 我只管客人住店 不管客人去向 那你知不知道 他们一共是几个人 是不是谢家小姐 谢家少爷 还有一个 你这人怎么这么奇怪啊 怎么老打听女人家的事 你住不住店呢 你不住店赶紧出去 赶紧走赶紧走 我知道你很累 我知道你拖我们三个很不容易 但是天马上就要下雨了 再不找天方避雨 就要淋着了 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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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往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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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傻啊 你跟驴讲什么大道理啊 你走开我来 喂 你走不走 你走不走 连你都欺负我们是不是 你走不走 你不走 信不信我打你 你不走不走 你你再不走我把你打成肉匠啊 你 啊 啊 佳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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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啊 你敢换我弟弟 你看我不打死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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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 哎 宁跑了 站住 站给我回来了 啊 你就是一个扫把星 跟你在一起 什么好事都没有 你看驢车都跑了 你走 不 你滚 我们不要跟你在一起了 你以为我愿意 跟你们在一起吗 可是这一桩软实情 发生在我身上 我有得选吗 我是 我是因为答应过牛儿 要把你们带到 一个安全的地方 所以我必须 兑现这句承诺 可是 我多么希望 这一切没有发生 没有这桩婚姻 没有那个夜晚 这一切都没有发生 我也没有答应过牛儿 你在说什么呀 你以为你是谁呀 你是乖世音菩萨呀 我告诉你 没有你 我们一样活得好好的 而且能活得更好 对不起 我 我不该在这个时候 跟你吵架 不管你任命 现在没有别的选择 我们只能往前走 我这一段时间 我的天主 尽力 我这些还是在这个时候 那么少要放在底下 你若干 我这东西 对不起 我最后 我把你还得了 我是真的 融合 我最后 你可不可以 我做什么 好 怎么这么烫啊 家都发烧了 是很烫 可是前不招村后不招店的 上哪儿去找大夫啊 怎么回事啊 怎么会一个村子都没看见 是不是你选路的时候 选错了 你现在叹气有什么用啊 你是不是傻啊 选路的时候你怎么 就不能拥有脑子呢 要不是你 现在老嫂就在客栈里边 都呆着了 有吃的有喝的有衣裳 还不至于 在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 活受罪 我出去看看 看能不能找到人家 你要去哪儿 你走不走 我是无所谓的 不过话是要说清楚的 你是不是不回来了 你要是有劲儿 继续跟我吵架 你不如把劲儿 放在你弟弟身上 多给他喝点水 来 大哥 你看 这是有火呢 我给你倒杯水啊 大哥 来 烤烤火 我弟弟生病了 他要喝热水 各位大哥 水你们尽管喝 给孩子留一碗就行 凭什么呀 水是我烧的 怎么你在这儿做好人呀 你们一群大老爷们儿 像强盗一样闯进来 还跟女人抢水抢火 不觉得可恥啊 少说两句 妈的 老子千山万水 从山上逃下来 却被你个小娘们儿 说成强盗 好好好 今天我要不抢点东西 就对不起这个称号 上 是 不用不用不用 来就来 谁怕谁呀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放下 放下 各位大哥 大家都是被波逃难至此 虽然 虽然不能同舟共济 但至少相互体谅吧 如果你们各位 不嫌弃的话 这两个箱子 你们都可以拿走 里面的东西 至少也只几块大洋 你说的话还算中卿 看你们的衣着 也是富裕人家 怎么也落到这个地步 一言难尽 我这跟妹妹说话 没有轻重 对不住大家了 这都是什么事的 日本人欺负中国人 抢中国人的东西 中国人也欺负中国人 也抢中国人的东西 你们都是欺取难而 怎么不去找日本人啊 怎么 你们也是因为日本人 才逃得难 我们也是 我们不肯给日本人挖煤 就跑下山来了 你们是矿工啊 哪个矿口的 我爹要是还在的话 听到你们说这番话 他一定会很欣慰的 你爹 难道你是谢老板的家眷 我们虽然不认识谢老板 但他在我们心中是英雄 是大英雄 跟我们中国人争了一口气 是 我爹就是谢炳燕 那刚才真是太对不住了 我真该死 我有眼不视泰山 我这就带大家离开 兄弟们 走 各位大哥 外面雨大 你们就留在这儿吧 只是你们知不知道附近 有没有大夫 这孩子正发高烧呢 哎呀 这个地方荒郊野岭的 最近的村子 也在十里之外了 对了 我这儿有下矿石 服用的清凉丹 虽然顶不上什么大用 也许能给少爷缓缓热 缓解一下 谢谢 谢谢 谢谢老 老大 驴找到了 驴车找到了 你个畜生 你跑什么跑 若笑了我弟弟 还没找你算账呢 这就是头驴 你再让他又跑了 我们是在五六里外找到的 这头驴啊 当时围着一块大石头 绕圈呢 谢谢各位 出此相逢 无以为报 我给大家鞠过宫吧 别别别 您是谢家太太 这不折煞我们吗 你们马上上路啊 早一天离开这儿 早一天安全 现在当务之急 是得给孩子 赶快找个郎中 谢家太太 沿着这条小路下去 就有一个村子 村里边有个草药郎中 不过听说村里的男人 都被日本人抓去挖矿了 老人小孩 都躲到山里边去了 这个郎中在不在 就不知道了 那只能去胖胖运气了 我们就此告别 各位保重 保重 这位大哥 我想问一下 你知道天水镇怎么走吗 天水镇 绕过前面那座山呢 就到了 好 有人吗 有没有人呀 奇怪 怎么都没人呀 这可怎么办呀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有心思看书呢 这些都是医书 弄不好可以找到 给家冬看病的方子 你看这个 你 你该不会想自己 开方子吧 你疯了吧 吃坏了怎么办 不然怎么办 就这样看着家动发烧啊 老爷对小少爷说 凡是拜了天帝过了门的 都是谢家的人 即便是犯了天大的错 谢家也绝对不会 把一个女人 推出去顶罪的 我认定您是个好恩 所以我才会把他们姐弟俩 托付给您 您要是觉得欠老爷的 欠谢家的 您就回报在他们姐弟俩身上吧 好 家动 赶快好起来吧 你让姐姐好担心啊 赶紧把药喝了吧 来 来 若萱 先吃点东西吧 嗯 家动 家动 这是怎么了家动 家动你怎么了家动 家动 家动 你给我弟弟吃什么了 我就是按那个药方抓的药 我没加什么 家动 家动哪里不舒服啊家动 你怎么回事啊 你光给他看解毒去热的 你没看上一夜 这是治疗伤寒虚热的方子 我可能是大意了 但但我不是故意的 我就奇了怪了 不管我怎么打你怎么骂你 你都不走 你到底想干嘛呀 你该不会是 想把我们带到上海卖掉吧 你是不是 你简直不可领域 现在赶紧是要给家动找个大夫 家动 我要去天水镇 什么 天水镇 你去天水镇干什么 你不用管 跟我走就对了 家动怎么样 托你的福我还死不了 不烧了 但这么不吃不喝也不是办法呀 我去下边给他打点水 家动 家动你乖啊 我们再坚持一下 等到了天水镇啊 一切就会好的 文轩哥哥他一定不会不理我们的 但愿文轩哥哥还没有去上海 我们去天水镇 干嘛要带他去啊 对呀 我们干嘛要带这扫百姓去天水镇啊 对不对 多 equals 来 喵 我 我该怎么办 是一微地执着下去 还是掉头回到自己的生活轨迹中去 我事前谢嘉一条命 可我不是不想还 是还不起 夹斗 弱穴 让我怎么承担得了 这样也好 是你们抛弃我的 就当是天意吧 鱼 来 文轩哥 文轩哥 姑娘 姑娘 别敲了 没见门锁着吗 没人 大哥 那历驾的人都去哪儿了呀 这山那边被日本人占了 搞得咱们这儿也人心慌慌的 有钱的人家呢 都带着家眷抖到乡下去了 那你有看到 立家的公子立文轩吗 你说的是那个 在大学里当先生的那位吧 对对对 他平时不怎么回来 也很少见他 这怎么办呀 大哥 那这儿有医生吗 有 这镇上有一个西洋大夫 不过他看病呢 可跪着呢 咱们可看不起 我说姑娘啊 你这头驴的牙口可够老的 看这耳朵 也搭来了 是吧 毛色呢也不亮了 这角力呢 肯定是不行了 是不是 你说 这驴也不怎么值钱了 要不这么着 我跟你两个大眼 怎么样 你欺负我不懂啊 六个 少一个子都不行 六个 还少一个子不行 那你爱卖谁 卖谁去 等一下 没走呢 我再让点 姑娘 说就对了嘛 是吧 做生意 哪有一口价的 你要干吗 我不跟你商量价钱吗 我大放点 三个 三个怎么样 四个 四个 你就得让我想想了 你说 是不是 你干吗 你敢摸我 我打死你 我踢死你 别打别打别打 四个 就四个 成交 好吧 姑娘 你说你让大哥摸一下 多挣一个打烊 不好吗 你 你出事 家动 我们走 这个孩子真可呼吸到全部发炎了 再躲下去会引起肺炎 这样非常危险 这么严重啊 医生 那怎么办呀 先把严正杀退 这样吧 打盘尼西林 不过这针很贵 不怕 我有钱 再贵都可以打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明明 明明他给了我钱的 这个是我卖驴车的钱 你是不是被人家骗了 医生 医生我求求你了 你救救我弟弟吧 我求求你救救他 我们家被日本人占领了 现在只剩下我跟弟弟两个人 你救救他吧医生 这个 对不起 我 医生 医生你救救他 我给你做牛做马都可以的 医生你救救我弟弟 不 姑娘 升起来 不要这样 我先给你弟弟打针 你有钱了再给我补回来 不得 我一定补回来 谢谢医生 请问有人在家吗 姑娘 这里离码头不远 明天可以赶上早班船的 今天你就睡在这儿吧 谢谢大姐 不客气 那就是谢家的人吧 朱花 你愿意 要离开大人 后天像是要不然 我不会把女人抛出去 你记住我这句话 男人要有担当 天水阵 嘉东 你说爹找到娘没有啊 我觉得一定能找到她 爹娘 你们在天上还好吗 我跟嘉东好想你们呀 爹 要不 你把我们两个都带走吧 现在连饭都吃不饱 我们过得好辛苦的 爹 我跟你说话你听得见吗 你听得见我 你听得见我 我真的听得见我 哪有什么事 我听得见我 你听得见我 好像是怎么没人 我 Mill事 你听不见了 我看你听不见我 他你听不见我 你听不见我 小花 来鲜花嘞 太难了 来 再来点茶吧 来 来 再来 放心吧 来一点 来 鲜花嘞 行就行 请来一个 陈老板 好 欢迎下次再来啊 不错 慢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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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老板 你们家要雇人吗 哎呦 长得这么倔啊 行 留下来负责上菜吧 好 话说前面啊 没有工钱 只管吃住 愿意干吗 可以干 没问题 不过 我有个弟弟 你竟敢偷我的包子 我今天把你偷打成包子 你凭什么打我弟弟 凭什么打 这傻小子是你弟弟 他偷我包子 你说乖乖的 别吃了 你丢不丢人啊 我们走 慢着 怎么 你就这么走了 他毁了我一龙屁的包子 你应该怎么赔啊 我没钱 我可以给你赶活 那行 你给我洗三天的笼屁 我这包子钱就不用你赔了 怎么样 五天 这么说话 我有个条件 你要让我弟弟 顿顿吃包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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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反应 有反应了 醒了醒了 你醒了 你醒了 你终于醒了 来 来 起来 慢点慢点 是你救了我 我带着学生们赶路 正巧听见呼救声 你 要是我们来晚一步 后果不堪设想 好 我们一共见过三次 每次我都这么冷呗 可惜前两次 没事 走吧 都没救成你 你还不知道吧 谢家出事了 我知道 一听说我就赶过去了 可是找不到你们 弱雪跟家栋呢 他们去了天水镇 我就是去找他们的 那他们可能是去我家了 但是我家现在没有人 可是 家栋还发着烧呢 要不 我们现在去找他们 好 来 先喝口热水区区寒吧 然后我给你们找一套 干净的衣服换上 对 小心他 还是女生比较细心 佳南 一会儿我们去天水镇 你带着学生去码头 我等我们 下点柴火吧 好的 那你先换衣服 你们认识很久了吗 也不是 他和谢家的关系比较好 那你是谢家的什么人啊 大小姐吗 我 我 我不是 我 我是他们家的一个亲戚 小姐 不想起来不是 累不累啊 要不要休息一下 不用 我只是有点担心家栋 若雪带着她 我怕她又闹出什么事来 不会有事的 放心吧 来 来 你坐下 你告诉我 你多久没吃东西了 多久没喝过水了 多久没休息过了 来 你来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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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个吃了 你要是不吃的话 我一步都不会再让你走 谢谢 对了 我还不知道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丽文轩 我叫还书赢 书赢 书赢横斜 水清浅 暗香浮动 月黄昏 好有诗意的名字 我觉得 叫你韩小姐有些生分 我可以叫你书赢吗 嗯 书赢 你是个善良的人 你 为什么这么说我 其实你跟谢家在情感上 已经没有什么官僚 原本可以一走了之 但是你对谢家姐弟 却不离不弃 人有的时候 是被命运推着走的 无论你愿不愿意 都没有选择 就像开宫的剑一样 没有办法回头 我觉得人哪 可不能这么悲观 有首歌不是这么唱吗 年轻人 绝不能向命运低头 我不会将命运低头的 我可以一边吃一边走 您的包子 谢谢 慢用啊 谢谢 吃吧 加冬乖啊 使劲吃 改行了 这离车就是我的 是吧 以后有什么活就找我 我就给你安排了 行 一定 没问题 王八蛋 那贡献怎么算 以后找我拉伙 五折 怎么样 把钱还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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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过你钱了 这女人怎么钱啊 给不给我钱 给不给我钱 你不给我钱 我打死你 你们大家平平里 我买驴的时候 给过她钱了 她还管我要钱 她是个骗子 她拿了我弟弟 救命的钱 你不把钱给我 我今天就打死你 你给不给 我就不给 谁拿 把钱给我 你赔钱 给不给 走 走 把钱还给我 把钱还给我 放手 我怎么两个 太危险了 把钱还给我 撤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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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车 停车 走 把钱还给我 若雪 放手啊 走 再来 若雪 没事了 没事了 放手了 若雪 没事了 好了好了 不哭了 怎么了 看什么 文轩哥 你以后再也不会离开我了 对不对 我是你哥 我不管你 谁管你啊 那我们说好了 我们还有家斗 一辈子都在一起 不分开了 那你可跟不了我一辈子 到时候 你还要嫁郎君呢 你就说不得如意郎君啊 你说过要娶我的 你别不认账啊 我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话 你忘了 就在这个屋子里 五六岁的时候 我不小心 我这个门牙都磕这儿了 然后大家都笑话我 说我是个没有门牙的姑娘 是你 你拍着胸服跟我说 长大了你一定要娶我的 我好像记得 那时候我才十岁吧 还是个小屁孩呢 我不管 你要赖账啊 你敢赖账的话 我就一辈子缠着你 缠缠缠缠 我缠你一辈子 好 好 到时候 你要是有了喜欢的男孩 你就不会这么想了 饭来了 大锅饭我也不太会烧 弄了半天就烧了两个菜 大家凑合吃吧 刚好我也饿了 小雪 来 好香啊 我来吧我来吧 书莹啊来 多吃一点 你最近太劳累了 书莹 按辈分 你应该管她叫阿姨 我还要去厨房看一下 看看火是不是关了 小雪 你这个态度就不对了 我怎么了 我就是不喜欢她 我没法喜欢她 她一来我们家 就厄运连连 她就是个扫把星 小雪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你谢家的血债 应该记在日本人身上 你怎么能怪别人呢 你知不知道 书莹为了回来找你们 差点掉河里淹死 可你呢 半路把人家丢下了 小雪 我和你从小一起长大 我很了解你的性格 我知道你遇见不喜欢的人 就一定会把她作死 书莹在你这儿 到底受了多少委屈啊 你能不能不要把别人的容忍 当做你进宫的筹码 对不起 我 我话说得太重了 我不该这个时候说这样的话 我不该说那么重的话 若雪 乖 乖 不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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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哭了